我覺得翠兒這兩場是虧步速而追得好 但如果算質素他不夠電訊飛彈力 但電訊飛彈上場為什麼輸呢 他是虧步速出閘跳了一跳 其實他追得好勁的 上次出賽之前 試了一貨泥雜試得好好的 所以這兩隻馬我都會要的 如果你說選一隻半隻的我都是變訊飛彈、翠兒那些 大家參考一下 問題先生聽完你那條鬼鼓你覺得十一場 一定美麗跟著就保羅成全加上七號蟬勝寶區 何宅堯騎心中有馬 那就要留意了 那一會兒我想跟大家選一下馬 我寧願拼回一隻我不管你那麼多 我不是說拼一隻 如果拼一隻我拼超速 我不管你們那些什麼線路 我就希望莫雷拉 不是莫雷拉 我希望苗麗德咬緊牙筋拼這隻 因為這隻馬都很少令雷雷雲失望 跑千六都沒掉過 今天什麼輕輕那麼多磅 如果我要拼一隻我會拼這一隻 至於你說我會拼回的馬 好像加州十大 一定美麗 保羅成全 心中有馬 潛勝寶區十四檔 我覺得差一點 如果我要投注的 我都是拼一隻的 我是拼這隻 四星三的超速 因為上次其實他都贏得挺輕鬆的 尤其是前一場 這個超速我想跟大家看一下 他前一場 蝕了給幸運 什麼精選呢 你看看他一換腳 那些爆發力很厲害的 多謝孟空又對這民頻道支持 因為很養眼 多謝了 多謝了 真的很養眼 我在看跑馬 我看到那邊突然彈了紅色 多謝孟空對這民頻道支持 支持這民頻道 多謝多謝 這隻超速大家留意一下 步速已經夠慢了 什麼都蝕了 你看看他本來還沒轉腳之前 很均速 不是均速 他是有後勁的 他沒有突然爆上來 你看看他 不是均速 我說錯了 你看看他 這裡一直都是靜腳 靜腳 靜腳 這裡一直都是維持那個速度的 好了 一會兒轉隻右腳 你看看 突然間加速的 其實這一場馬應該贏了 如果不是用天鵬 說話 你看看他 他還沒轉腳之前 那些速度都是這樣 其實騎得很悠閒的 如果不是用天鵬 過了啦 你看看他 又趙來趙去 又敢一轉腳 你看看 熊熊聲 根本都幾步過硬 你看看 騎得一般般而已 看回我的直鏡 越講越興了 整天在這裏搞了一些鬼故事 原來這裏也有一點點進去 我都放過你了 但都是遊閒的 我都覺得不是莫雷拉 這裏也有一點點進去 你看看他轉腳的爆速 但上一場 他都塞了很久 又是塞著內蘭的 我記得田泰安 沒試過走內蘭的 他走拉出外面 衝 衝得很厲害 這次的馬 莫雷拉騎 又不同之前 跟前了 大家看看 莫雷拉騎這隻馬 他就在中段開始踩上來了 大家看看他就再跟前一點 其實步速來說 跟前了 他是有些賺的 後面那隻合夥年代 是有些塞車的 但是你看看他真的贏得到 今天揹輕這麼多磅 我覺得他交的時間有得砌 如果你交時間 他不夠心中有馬跑 這裏塞了一塞 這裏再騎下去 他這次就好像沒有轉腳了 我看到 如果我沒有記錯 一直都是正腳正腳正腳 正腳正腳正腳 合夥年代又塞車 正腳正腳正腳 其實真的沒什麼怎麼騎 很輕鬆 今天 由133磅 減了16磅 減了16磅 如果你計算死數 他就不夠心中有馬 不過心中有馬 是停過八日課 昨天有個馬迷提醒我的 Nicnam提醒我的 他停了八日課 而且他不用何摘 這裏有些警滾 所以我如果要選一隻 我就會相信 苗麗德鬥志的超速 多謝 Mou Kong對這文頻道的支持 如果要選的 其實加州十大 上一場 騎法我極之不滿意 但是他那段喘勁 我想和大家看一看 我不滿意他上次的騎法 又是莫雷拉 大家看看他末段突然間 最後那幾步加速那一下 涉去內蘭打斜走那幾下 不過今天 就跑1600 不是1800 不是2000 是1600 我想和大家說這場鬼故 真是我不想說粗口 也不能說 大家看看這一場馬 一出閘 有哪一隻馬隊的 整場馬只有一隻安城在這裏 巴基之有不隊 加州得術 加州十大不隊 大家看看 只有一隻安城在這裏 這次他贏了 就爆了 還要慢步速 你看 這一隻就安城了 只有那一隻在這裏 有哪些在這裏 這些拉住 喊火龍 水戰龜有少少 大家看清楚 你看著巴基之有武隊 這一隻巴基之有 這一隻加州十大 這一隻精彩什麼什麼 接著這裏就安城 好了 只有這一隻 噴火龍隊幾步 都是很輕微的 其他沒有一隻隊的 你看 這一隻就爆爛幾十倍 然後全裁都可以守在三四位 你服不服 你看看他 只有一隻在這裏 那隻精彩什麼 拉住 那些全部都按住 嘩 你不要怒啦 只有這一隻叫做怒一下 萬步速就放了回來 然後全裁都說守住在這裏 說什麼 不說了 好了 這些鬼股 不要導人迷信 看看這隻加州十大 你看看他一會兒 轉到進去直路的時候 這樣打斜走進去那幾步 加速真的很快 其實他不斷交過很快的時間 這裏打斜 這裏都沒有望空 其實我不滿意莫雷拉這樣騎 整程我都不滿意 告訴你 這裏你看看他 突然間這裏有個空位 吹吹吹吹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 嘩 你看看這裏好像加了Turbo 那幾步 嘩 你看看多油閒 都不斷交給他 幸運 不可以 一定大聲 憤怒 你看看他真的好像加了Turbo 那樣 我覺得他不想過了公正福像 那個 至於為什麼 各位自己看那些騎士的名字 好了 過了公正福像 都不好意思 都騎幾步 所以今天我都會選擇這隻加州的名字 至于一定美丽都会选择的 心中柳马 保罗承传 我没有认真认识这一场马 如果我会投注的我会这样玩 是的 阿猫公多谢你支持 接着呢 我要回答一些老朋友 那条片真的很生气 不要说这些 真的很生气 如果你赢马的时间是快的 我没有东西说的 你赢马的时间是这样的 全部马都不队 即是怎样啊 即是你们先走 我让你先走 全赛班整天都留后 你先走 安城连续去文家梁 两场都留后 你先走 其他那些不要动 是不是 各位如果觉得雷文没有说错 大家可以看到 整场只有一只队 是那只水箭龟队几步 没有了 快马又不队 流后那两只 反而放在前面 安城转中文家梁 都没试过放在前面 全赛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包尾至中间的位置 今次可以守在三位 跟着跑完出来的时间 慢到飞起 各位觉得雷文说得对 给点心心鼓励一下 不要说我画公仔 又画出场 我画公仔 大家好 毛空 R5一定赞市集点 一货比一货好 这一只马 如果你要看 你不可以只看一货 我觉得一货比一货好 最好的那货 就是扔了大外当 有些追势 但是最初那些 就一般的 先看两货 先看拉叔这一货 你要跟红运飞鸣 和晋亡星的部组 今天有中华盛世 这一货 我觉得就普普通通 时间就是快的 是快时间的集 末段22.2 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中华盛景出集好像有点慢 我记得 晋亡星都不够红运飞鸣快 确认眼神 看看这只一定赞 和中华盛景 两个都红红色的 其实两个都和高东尼有关系 一定什么一定什么 我先开个声音 中华盛景出集就慢了 对了 这一只一定赞 是吧 这一只一定赞 我看些手势就知道 这一只就是中华盛景 因为看到莫雷拉的手势 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他这只马 入到直路 经常都要分较姜 但是呢 最后的那些是好一点的 这是中华盛景 其实这一集的时间是快的 因为是红运飞鸣 确认眼神 就是自购马 确认眼神 好像是 A仔上次也拼了确认眼神 中华盛景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 你看看他进到直路 莫雷拉有很多动作 分较姜 看下他 很多东西 看着他 留意一下他 如果我没有记错 看一看下面 接着看一看下面 接着看一看下面 接着就騎一下他 接着又分较姜 左兜下 右兜下 又推下 中华盛景 反而是好一点 看完这一课 其实时间快的 算不错的 这一课 接着就拼了去大外当 那一课 就多马看了 今天有八卦 有超速 有一定赞 有理想回报 有红尊闪耀看的 其实这一课的时间都很快 其实这一课的时间都很快 八卦由头大到尾 大家留意一下 理想回报 一定赞 超速 这三课大家要留意一下 还有八卦由头大到尾 大家要留意一下 很多马看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投注 还有这课的时间是快的 一出集 八卦就带出来了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理想回报 外当这一只 一出来那只八卦 堆几步 就走了上去 里面这一只 红尊闪耀就是这一只 接着一定赞 就是外面这一只 都走外叠的 大家留意一下 理想回报 一定赞 一定赞 刚才那课一样 这课好些 不知道是不是走内南 和外当的关系 八卦快 集快时间 可以 红尊勇士 跟回来又没有多少 跟着理想回报 虚了很多 退了下去 外当都追 一定赞去外面 这一货 也有点走势 超速 你看看 超速 大家不要留意 这里大包尾 就是超速 你看看 超速 在这一段 就踩上来 好了 一定赞 扔出去 发力 那只理想回报 就退了下去了 红尊用闪耀 一迫下去 就下去了 这只一定赞 这一货不同了 理想回报 也有追势 超速按住 就上去了 八卦按住 今天是1600 今天跑1600 今天这只一定赞 就好像好些了 不知道 骑士又没有那么多动作了 理想回报 最后都踩上去 对了 尼尔 至于你说 冷门呢 我现在试试找 看看找不找到 先 我读了 四六七八 冷门呢 我现在试试找 看看找不找到 因为我未看赔率的 阿Sam K3 各位晚安清 是贏多些 那是晚安啊Sam K3 我现在选择冷门先 我未看赔率 阿Sam K3 我现在选择冷门先 现在选择冷门先 刀子神话 有11倍 我先选择刀子神话 刀子神话 有11倍 非凡胆式 狗档 這狗档 有熊里 18倍 大家等一等,我真的要選擇 合衷共濟有26倍 合衷共濟有26倍 合衷共濟有10倍 10倍,9倍,8倍,7倍,6倍,5倍,4倍,3倍,2倍 完美,美我消毒有 концы 安彩和廠lor 我要都市神话,合衷共濟 我自己先写一下,我也会拼一下 我先写一下 600长 08 我弹今天就不会解释 合共制,第六場刀神話 因為我選了眼本也要看賠率 我都未看賠率 今天就選了兩隻刀神話 合衝共制,都市神話 其實牠長長爆那段都是有些不錯的時間 但是今天就未必一定會有快步速 但是駁他回來3344 我覺得都是有機會的 有十一倍就駁 駁一下牠會不會有馬走 或者牠一出來可以克服到一個差點的檔位 牠長長都肯追 上場馬雅騎得不好 我覺得又左 騎得不是很硬 又不利追 所以我今天選了這隻都市神話 希望周俊樂和牠合拍 其實四次有三次 一 win 一 play 一 kill 選這隻 至於合衝共制 其實前幾場牠不放 上場突然放回 上場牠是虧了快步速 回來其實輸不遠 今天若然你咬著八千絲 而其他馬不是怎樣消理 我希望牠可以捱得到近 但是你說牠今天狗檔 其實狗檔裡面數起來 沒有什麼快馬可以頂到牠 我是怕紅雲泰斗 中華盛世 或者閃電俠 但是以牠的速度 或者牠真的咬得住 那隻八千絲 都不頂到 所以我就把這一隻 一隻十一倍 一隻二十六倍 各位參考 看看你們合不合心水 好了 Debbie good like 大家多贏多些 多謝Debbie 你們怎樣看 我要都市神話 合衝共制 你們怎樣看 我先喝一口 我先喝一口 看看你們睡覺了沒有 我先喝一口 我先喝一口 Layman 都要多謝各位 那麼多位進來捧場 都多謝 雖然有些朋友 走了都要多謝 Baby 多謝 LaiLai 多謝 Suta 多謝 Sylvan 多謝 Moe Kong 多謝 Sam K3 多謝 Liu Liu 多謝 Kong Lee 多謝 Lio 多謝 Fat Chen 多謝你啦, 敏提先生多謝啦 Kwon Lee 亦都多謝啦 Viko 無言支持 多謝啦 Sylvan 就說OK啦 今天選兩隻都是有些賠率啦, 十幾倍, 二十幾倍 看看你們還有沒有反應 有多少人未睡覺, 可不可以給個心針 看看你們有多少人在這裡 看看先啦 你們未睡覺的呢, 給個心針, 看看你們有多少人在這裡 Xylvan 未睡, 子榮 未睡 還有呢, 還有沒有誰未睡, 尿尿都未睡的 Xylvan 應該在這裡走啦 英雄呢, 英雄你們睡了沒有 因為還要看看有沒有需要選擇深水長刺 今天 4678 Xam K3 多謝冷門 Xam K3 未睡, 買安啦 Xam K3 至於深水長刺 Xam K3 多謝KONI, KONI 也未睡 Xylvan 也未睡 我看看有沒有深水先啦 今天哪一場好賣一點 八千絲一定選的啦 Xam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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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m KD Xam K2 季尾拿出來就快要休息了 季尾才拿出來應該收不夠醜吧? 剛剛才粗fit就用一場就不用了嗎? 那你沒得減分的 減榜雖然檔位差點 但這場快馬又不太多 只有他和合衷共濟兩隻快點 中華盛景我不知道 我覺得選擇他也很合理 你好像二進那樣玩就沒得說 如果你說正常出到就 正常剪刀來埋難甚至乎異疊 就算異疊我之前看過他的試習他都會追 守著追都可以 都是機動的 我計算他上次的跑法都選擇他 至於另外再選擇一場 紅中獵馬就換了人 霹靂狂龍就換強配 紅紅就當差 紅中獵馬 紅中獵馬 楓中獵馬 風火箭區 霹靂狂龍 我先看看 等等 屁雖然是屁雖然是屁雖然是屁雖然 王 Jr. 色騰馬 红中列马 深水长刺第四第八场 其实这一场都可以的